气心太大了 沈老师说你一两句 马上就嘟着嘴又转过身去了 对 气得呀 胸口呼呼的 谁还不是小公君啊 是吧 你今天来其实 无非就是觉得他不懂怎么做男朋友 让我们来帮你教教他怎么做男朋友 怎么教他做男朋友这件事情 我们要分开来看 女孩子想要男朋友做的事 和很多男生觉得重要的事不同 你无非你说点甜言蜜语呀 你哄哄我呀 你让我感觉到你是爱我的呀 你多说说爱呀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向你召唤 你来骗我呀 你来骗我呀 你怎么还没学会骗我呢 不就是这样吗 姑娘用耳朵谈恋爱很常见 就是我靠听甜言蜜语谈恋爱很常见 但是是不是我只用听甜言蜜语这件事情就可以了 他没有来骗你 但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情做很好 他一直觉得学习最重要 那我问你 如果你这次考验考成了 甚至有很大调整一个学校去 就没有异地恋了 是不是学习很重要 你没考成 他在努力地帮你完成这件事情 因为他会觉得在这个人生阶段里面 这件事情最重要 而不是唱一下小星星重要 而不是吃一点零食重要 你说你送我礼物 不在于价值多高 不在于什么 你关键的在于要有心意 是吗 他觉得那个东西只有两串 我妈一串你一串 把你放在和他妈一样重要的一个地位上 不好吗 为什么 我跟你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你作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作 因为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你感觉不到浪漫 感觉不到那种甜蜜 这是你作的原因 那换一个思路和角度上来看 会不会是这个男人 他给你的安全 甜蜜和幸福 是他认为的那种方法 就比如说他帮你补习 跟你说你这个东西不对 那个东西不对 他拼命帮你补习 最后让你那个什么过就过了 对吧 所以这个男生是不会当男朋友 还是不想当男朋友是不同的 他究竟是不想还是不会 这是你要判断的一个点 至少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 我觉得他是不会 或者他是以自己的方法来当男朋友 如果你真的要浪漫 我觉得像他这样的男生 就是偏一条金的男生 你给他规定 不要让他猜 你不想要分手的这个结果 就不要往分手那条路上走 好吗 好 谢谢